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祖孙反目成仇 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前前后后三次对簿公堂 面对镜头谁在说谎 这场家庭纠纷谁又是最后的赢家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祖孙征房产 刘孙徐子 先把钱拿出 来那边 这是机械一步 然后您先收拾这整五千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五千干嘛呀 咱们一步一步 那您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一大小等我 我不要 我可是你现在也没工作 我先给您五千 然后我慢慢的 我肯定是给你 你哪辈子都过去 你说话算话吧 你说话算话吧 你混家玩意儿 你说话算话吧 做一会骗我 又会骗我 这是北京市房山区 一起官司的执行现场 原被告双方是一对祖孙 因为孙子一时 凑不起十万元的赔偿款项 奶奶情绪显得十分激动 我五千干嘛呢 他不给我一趟 照片你呢 我浑身让你给我 给我气的 我都走不了 大夫 我出去 我出去 你呢 你浑身 确实病啊 你是你把我气的 所以会有婚 你骗我 又骗我 左骗我 又骗我 我拿着武厢去 我要养了 你哪辈子不定给我去呢 等我死了 你都给我 面对孙子提出的分期还款请求 奶奶并不同意 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起初孙子还一直耐心的给奶奶做解释 可庞然的一句话似乎也让孙子有了一些情绪 不是容你多少人去 容你半年了 还怎么容你啊 你把那房子房子你卖了 车车你给 你就放你妈身上去 还怎么容你啊 不是 你还怎么在 跟他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现在照顾你奶奶呢 没什么关系 老板呢 老板 你还说那个车 转到你妈上 你妈快开车呀 你妈什么车车车呀 我没转移 没转移 没转移 有车 那就直行有车吧 在整个过程中 孙子话语不多 但面对隐瞒财产的指责 却引来他强烈的反驳 我没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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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气呀 我都说不什么话 我都少要着你 这钱我都少要着你 我要打 起码 你十万块钱多了吗 你借我这两万块钱 我都不提了 我都没提 你说你给我呢 你给我了吗 建讨车组 孙二人都不相让 执行法官只能站出来 给双方做工作 这许多的事 毕竟是咱们家里边的家庭脑子 有许多的事 是咱们收入戏的事 是吧 哎呀 然后那个 咱们不看这个小的网门 咱们还得看主流 是吧 这个赵涛毕竟有对您好的时候 而且他也被人打心了 然后呢 您看看这个事 就你们俩 尽管众人苦苦相劝 可老人家并不接受 坚决要求孙子 一次性付清十万元 见于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 执行法官只得将双方暂时隔离 今天这个调理意见 咱们过一会儿 然后你们双方再说 好吧 今天因为老长时间接不来了 你来老太子今天也比较激怒 以前有做的好的地儿 但是这一会儿呢 可能有一段时间 做的也不是很好 一会儿你外边想想 怎么尽快地把事给解决了 好吧 你在这儿做着 老太子今天也比较激动 在那儿请 哎呀 是吧 能否待一会儿啊 我跟您说 这咱们这个工作呢 咱们得一步一步进行 然后咱们 包括执行 咱们又有固定期限 你让他现在立马 他说他拿不出来 然后咱们给做好计划 是三个月是半年 咱们没事给解决了 二十几分钟后 祖孙俩再次回到同一房间 可对于当天还款的数额 依然没有达成一致 这是奶奶和孙子的对话 这哪是奶奶和孙子的对话 这是一对冤家 老奶奶今年八十多了 但是他显得很强势 说话也是掷地有声 看到孙子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一口咬定十万块钱 一次付亲就不松口 孙子这边呢 虽说愿意还钱 但是一时之间 凑不出十万块这么多 不过他看上去也挺委屈 反复声明 我没做亏心事 咱们老话常说 这隔背亲 可是这对祖孙之间 怎么就这么水火不容呢 老太太姓张 老爸儿已经过世多年 如今他独自一个人 居住在北京市石井山区 一处两居室的房子里 老人有三个儿子 平日里三儿媳妇 会经常过来给老人做饭 照顾一下老人的日常生活 这对祖孙的矛盾 还要从张老太居住的 这套房子说起 房子原本是老人丈夫单位的 福利分房 房产证上的名字 也是老人的丈夫 虽然当时买下来的价格 也就两万多 可最近几年 房价涨了几十倍 2011年 张老太生了一场大病 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 之后回到家中 几个子女希望能坐下来 探讨一下老人的养老问题 老太回来以后 还安慰他们娘俩 说呀 我呀 你不用太担心 我现在有点退休机 要没有大病什么的 我能生活着 即便我贪生大病了 我有事了 咱们还有这套房子呢 咱们要这套房子卖了 也够我将来有大病的事 也够我侨病了 可此时三儿媳发现 房产证改名了 房子不知何时 已经过户到了老人的长孙 赵涛名下 后来呢 我女方见到那儿一查 这房子也就落到她身上了 赵涛是老人的长孙 在三儿媳眼中 平日里这个长孙 对老人不管不顾 十分不孝 你准着孙了呢 你也准着上 作为长孙 不在老人身边尽孝也就罢了 如今还把老人的房产据为己有 这让二儿子和三儿子一家 接受不了 就打一电话 然后赵涛过来商量这件事 说行不行 赵涛说行 那时候他就骗我们 他说行 我说要行的话 你把房子证拿来 因为房子证他算了 你把房子证拿来 选一天 咱们要公证处去 咱们公证一下 老人生老病的 全由我们来负责 你可以不管 百年以后咱们房子三家寄上 他说行 尽管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可三儿媳说 之后赵涛就躲了起来 不再露面了 就找不到他了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俩在哪住啊 于是 在三儿媳的帮助下 2011年年底 老太太把孙子赵涛告上法庭 要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房产 长孙不在身边尽孝 又是如何得到老人的房产 面对众人的指责 他又将做出怎样的回应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祖孙争房产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 又跟房子有关 这两年房子一直都是热点话题 眼看着房价一天天往上涨 没买房的着急 后悔自己出手太晚 买着了的也着急 说不定这房子有了 亲情就没了 一家人因为房产闹上法庭的 这种事 我们的节目做过不少了 所以有人总结说 这都是房价惹的货 说回到我们的节目 刚才咱们看到的这起纠纷 那所有争议的房子 本来是老人家那个老伴 人家单位分的福利房 这房子怎么就辗转到了 孙子的名下了呢 赵涛今年33岁 职业是一名司机 每个月能有三四千元的收入 赵涛说 这套房子当初是奶奶 心甘情愿给自己的 简单的说 就是他们把我奶奶轰过去了 我奶奶就是说 一生气 就是说那什么 这就是以后没有这俩子了 说过以后没有这俩子了 这以后跟着你们一起过了 这房 以后就是赵涛的了 是这么说的 原来自从张老太的老伴去世之后 一家人就曾探讨过一次 张老太今后的赡养问题 我爷爷去世之前 大家真是那种就是和睦相处 什么都不计较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在以前看一些法制节目 也有这种像我那种 现在这种案子的 觉得挺可笑的那回路边 但是现在 他还这么着 我感觉没有什么清酒 完全就是钱 当时赵涛的父亲重病在身 赵涛的母亲谢女士代表他 参加了那次家庭会议 今天来他们庆祝协议 那当时他们俩 他们哥俩 把那些意识都写好了 我也没看 但是我知道签的是什么协议 他就是说 让老太太 就说把这房子给卖了 把爷子也没了 就老太太一个人了 说把这房子给卖了 趁着我哥活着 咱们哥俩分 老太太哥俩分 一个人人一个月 老太太说 不行 说你们哥俩分 人一个月当中 有一个对我不好的 我连路整个地儿都没有了 对于卖房子的建议 张老太起初并不同意 一家人为此不欢而散 这老三媳妇和老三 和这老三就恶言恶语的 就出来了 告诉你 你要是不卖这房 就跟你断军公司关系 从此以后你还别在这住 你住大街上 你我们管不着 周而一来呢 周而来的 老太太就生气 他当时呢 他就知道哭 大儿媳说 以前婆婆对自己很好 看到这种局面 她也很难过 于是她表示 今后愿意 独自照顾老人的生活 完了我一看老太哭了 我就说 我说妈 我说你别难受 我说我的生活呢 不如他们俩 你要是过那个 大鱼大肉的日子 你就跟着他们 你要是过 瀑布通通的日子 我说你就跟着我 我说我呢 绝不能让你受委屈 当时我说的这话 我婆婆说的 我就跟你了 这一句话下来了 我说行 跟我了 我说得找她 我说得开车 把奶奶带走 此后 张老太搬到了 大儿媳家中生活 那间老房子 也就被老人 暂时锁了起来 大儿媳表示 在接老人 来自己家住之后 二儿子和三儿子 就对老人 不管不顾了 咱们说实话 老二 上新的门去过两次 他们的两次 老三个也没瞧 就没瞧过的 当时大儿媳一家的房子 只有六十平米 赵涛当时已经结了婚 并且刚生了一个小孩 四室同堂 住在里面也很是不便 为了让老人住得舒服一点 大儿媳不得已 在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 我已经有孙子了 那屋里边也挺小的 就家长们家那口子 有病不太方便 老太太呢 又没地儿住 我就让老太太呢 跟我爱人住一窗 我自己租地下室去了 我自己住了三个月地下室 大儿媳说 当时自己的付出 老人看在眼里 也很是心疼 于是老人提出 要换个大点的房子一起住 我妈也住了一段时间地下室 我奶奶说住不开 现在这会儿还凑合 冬天忙一会儿 如果一旦到夏天 根本就住不了 太热 老太太当时也心疼我 说的那 要不然咱们把这房子卖了 卖完了以后 咱们到地区买一个 大一点的房子 都住不开了 可买房子需要钱 大儿媳说 于是老太太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要把自己的那套房子 无偿赠予大孙子赵涛 就是我奶奶 在给我这房子的时候 我还有一些顾虑 我这些顾虑就是说 如果要是说 我现在把这房给了我了 那个什么 就是没什么事 回头以后 我叔叔什么的 要是再提起这房 再跟您这儿 要或者怎么样的 您说怎么呢 我奶奶就说没事 我跟着你们过了 之后赵涛带着老人 去公正处办理了房产赠予公正 紧接着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房本上的名字 变更成了赵涛 之后大儿媳把自己西之门那套房子也卖了 一家人去房价相对便宜的北京郊区 买了两套房子一起住 等于是我父母就是把房卖了 他们两个就是说 在我奶奶也知道这事 就是也说过 就是把这房卖完了之后 这钱 然后给我 让我去买这房 说白了就是怎么说呢 你老今儿这个来讲吧 就是说怕以后什么 又得遗产吧 我爸我妈没了之后 我在接着遗产又得交钱什么的 就是这种想法 孙子表示 这个房子是奶奶无偿赠予给她的 赠予之后才过得户 这手续完全合法 我们暂且不去求证 孙子说的是真是假 有一个事实是 这个房子的房产证上 是张老太太丈夫的名字 老太太的丈夫去世之后 如果按照遗产继承的法律规定 这个配偶啊 子女啊 父母啊 这些人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从法律上说 二儿子三儿子都有份 这个房子老太太不能一人做主 说给谁就给谁了 那这房子是怎么过户给孙子的 其实为了这个房子 老太太跟三个儿子之前 早就打过一个官司 明天我们来继续观察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是什么原因 让这对祖孙反目成仇 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前前后后 三次对簿公堂 面对镜头 谁在说话 这场家庭纠纷 谁又是最后的赢家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祖孙征房产 有点兴趣的 未经许多烈 masuk并 fenomen 是什么事 有点心